大家好,欢迎来到冷军说定 1962年的香港 一位亲手厄眉,云禀四末的女人 敲开了某户热闹人家的房门 她叫苏丽珍,是一名秘书 此外,她还是个顾家贤妻 忙完工作,不忘体谅丈夫辛苦 独生前来无色性住所 祖籍上海的房东太太,自来熟跟她喊喧 并在她决定入住后,热情起身送她出门 身穿浓烨玫瑰旗袍,身姿错月的苏丽珍 踏着昏黄灯光,往外走 西装挺拔,由头菊的一丝不苟的男人 周沐云,穿过B字的楼梯间而来 两人在房东太太家门口相遇 陌生男女而已 苏丽珍转身离开 漫不经心望了这个陌生男人一眼 周沐云也是来租房的 不巧 房东太太的空屋 刚答应租给苏丽珍夫妇 老上海女人的天性食然 她介绍她租隔壁邻居的空屋 搬家这天 大抵是晃到几日 两家不约儿童撞上 梁波工人忙碌喧嚣 三番五次闹出乌龙 不是将苏丽珍的衣柜 错搬进周沐云家 就是把周沐云太太的鞋子 勿送进苏丽珍家 一男一女各自操持忙碌 都不见对方伴侣的身影 傍晚 灯光点亮 房东太太招呼新邻居们吃饭 苏丽珍却换上艳丽的旗袍 着急去机场接丈夫 下楼时 她跟周沐云太太擦肩而过 从机场归来 苏丽珍丈夫赶上邻居间的排局 苏丽珍再次换新衣 拼亭鸟挪 陪坐一旁 女人的较量 向来不动声色 周太太起身回悟 换上性感衣裙 摇曳身姿 走入宅门 返回排场 两家的日子 似乎很快都时如珍贵 苏丽珍照旧送丈夫出差 她本分做秘书工作 娴熟帮老板周旋于正妻和情人之间 报社编辑周沐云 打算请几天假 陪太太去旅游 邻居们也是和睦来往 生活看上去美丽圆满 偶尔 苏丽珍还会向周沐云 借武侠小说来看 直到有次她去还书 从房东口中得知 她跟太太吵架 已经多日为归 周沐云主动服软 去接太太下夜班 怎料 声称加班的太太 早已不知去向 她强颜欢笑 跟太太的同事告别 心下苦涩 走在回家路上 这夜 苏丽珍的丈夫 同样也是加班未归 她提着餐盒 走过漆黑宰相 天气炎热 空气里阴阴着烟火气 错落的电灯摇晃 苏丽珍借过装好的面 身姿咬夜 踏上楼梯 落落寡欢的周沐云 沿着同她一样的路 独身来到小摊上吃云腾面 也不知过了几个同样的夜晚 也不知苏丽珍 换了几次旗袍 两个人在楼梯上 颜面相遇 起初不过礼貌 问候寒暄 然而他们各自的粉饰太平 很快被脆库拉袖 周沐云的同事 阿炳 撞见她太太 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之后 苏丽珍提前回家 敏感心细如发的她 敲开隔壁房门 立在门口 从一面不起眼的破旧穿衣镜中 窥破丈夫和周太太的秘密 先眼上涌起薄雾 她仍端庄微笑 不去搓穿周太太的谎言 隐忍退场 躲进浴室 压抑哭泣 第二天 依旧妆容精致到公司上班 游刃有余 处理老板正气和情人的杂事 又失业 相同的楼梯窄相 苏丽珍和周沐云 再次擦肩而过 两人连寒暄都省略 仅是汉手示意 她看她的眼神中 莫名多了几分耐人寻味的娇着 急语周将 两人皆慌张狼狈躲遇 前后脚回到足足公寓 开门时 周沐云主动打滑问 最近没看见你先生 苏丽珍云淡风轻回答 公司派她出差了 随后她反问 你太太呢 最近也没看见她 周沐云同样笑脸相告 说妻子回娘家 照顾生病母亲 终于 周沐云的压抑 濒临破碎 她用很坚强的理由 将苏丽珍约到咖啡厅 托她帮忙给太太戴手提包 反倒是苏丽珍 主动将窗户支筒破 说她的丈夫 天天戴着 跟周沐云一模一样的领带 周沐云不再回避遮掩 收起刻意堆积的假笑 承认她太太 其实有个手提包 同样的 和苏丽珍的一模一样 呵呵 从咖啡馆出来 他们第一次并肩走在街上 夜色沉寂迷离 苏丽珍穿的是 他们第一次相遇时 那件玫瑰起跑 她好奇问 不知道自己的先生 和你的太太 是怎样开始的 他们两个人 周沐云和苏丽珍 被婚姻背叛的男人和女人 或许是出于 同命相邻的心心相惜 也或许是 还残存对修补婚姻的幻想 这晚之后 建立起游戏伴侣关系 他们经常夜深人静 漫步街头 模拟对方配偶出轨的喜马 她扮演苏丽珍丈夫 伸手挑逗 她无措睁开 反驳说 她丈夫不会这样 但男女关系 总有一方要先主动 念词 苏丽珍顾盘生辉 牵手轻挑 但要开口调情 却又功亏一亏 两人不觉 沉溺着荒唐游戏 双双乐此不疲 就连饭桌上 都要准找对方配偶口味 饭吧 回程出租车里 周慕云 带着婚戒的手 试探伸出 苏丽珍不动声色褪鼻 他们小心试探 他们的配偶 以明目张胆 同流日本 周慕云愤怒将太太 从日本寄来的信揉碎 两人相约宾馆 继续模拟着游戏 带着宾馆 红灯杀仗 光影罪人 终究克制如初 没有更进一步 同车回去 人要避险 周慕云提前下车 闷雷滚滚 大雨忽知 若是天意弄人 只怕 无处闪躲 夜雨无痕 情不知何其 周慕云染了风寒 无意从他同事口中得知 他想吃芝麻糊 苏丽真转头 盆煮大锅芝麻糊 分于所有邻居 等到周慕云并好感谢 他笑颜 只是凑巧 而这段游戏关系 因两人共同爱好 无侠小说 周慕云动笔兼职写作 渐渐变得真假难分 苏丽真留在周慕云屋中 为他提供写作灵感的时间 越来越多 某次 差点被聚会归来的邻居撞破 邻居们继续脑红红 聚在周慕云房东家挫牌 两人张慌是错 怕被人看见 招致闲话 苏丽真只得待在屋中躲避 苦儿到第二天黄昏 牌局才散场 他慌乱 把脚上的绣花鞋脱下 换上周太太不合甲的高跟鞋 杨庄刚下班回来 路过房东太太家 有惊无险 堵住留言 保全名声 此后不久 周慕云写的武侠小说 赚得稿费 特意请苏丽真吃饭 并表示 自己在宾馆 常租了房间 一方面写作 一方面为两人相见避嫌 苏丽真婉儿 对他的提议并不赞同 言语间不忘强调 他们的清白关系 他们的游戏 本该在周晚 心照不宣的断开 奈何有些事情开了头 便注定藕断撕裂 某天突然响起的电话 让苏丽真 抛却检手 他匆忙离开公司 一路焦灼 寻到周慕云锁住宾馆 高跟鞋敲在地板上 砸踏慌乱 听到他生病 他终归还是奋不顾身来赴约 在客房门口作别 他预盖弥彰强调 我们不会跟他们一样 两人的生活在此交汇 苏丽真开始 频繁出入宾馆 协助周慕云写武侠小说 他在这里 总是言笑言言 不觉卸下伪装 眉眼舒展 到时周慕云在镜中 久久凝视他 神色云遮无绕 吃饭间隙 他们继续模拟游戏 引到揭穿丈夫出轨情节 苏丽真气不成声 浮在周慕云肩头 屋内红纱缭乱 这日又晚归 苏丽真被房东太太拦住 对方委婉归劝 年纪轻轻 出去散心是应该的 不过 要有分寸 出于避嫌 苏丽真 连周慕云 打到他公司的电话 都刻意不回 联系不上他 周慕云进手 在他下班的必经之路 大雨来势汹汹 将两人困住 周慕云提起 他打电话到他公司 其实是想拖他 帮忙买船票 同时在新加坡发展 缺人手 喊他去帮忙 他承认 他不知不觉 在这场游戏中 动了心 既然爱而不得 何必留下苦受折磨 明明是求之不得 口中反复强调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但当两人模拟分别场景 他牵了他的手 又放开 决绝转身离开 苏丽真得体的假面 轻刻剖碎 他的心如刀绞 强人眼泪 不敢去望他的背影 周慕云折返 他的眼泪轰然绝体 他再次牵起他的手 他已气不成声 哭声里掺杂着 孩童般的纯粹 因失而复得的笑 这一次 他紧紧围握他的手 两个人在雨后的街头相拥 苏丽真靠在他街头 绰其不止 终究 他假戏真做 爱上了他 他的眼神却淋漓地 让人看不透 这夜 他没有回家 没有拒绝 他带着婚戒贴上来的手 第二天 两人都回到租住公寓 收音机里 源在日本快活的苏丽真丈夫 不忘体贴为他点歌 祝他生日快乐 花样的年华 在空气里流淌 他和他隔着一堵墙 背对而坐 电话又响起 久久无人接听 寂静的房间 交致打自己忙碌的声音 电话另一头 周沐云说 如果要到处寻飞 你会不会同他在家吗 然而 最终 他选择独自离开 多日不见周沐云 苏丽真匆匆 寻找他租住的宾馆 他在床头 静坐许久 眼泪无声滑落 默想那句 他一直在等 却没等到的话 是我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963年的新加坡 周沐云的房间丢了东西 他翻身倒柜 找遍所有角落 一无所获 只在烟灰缸里 找到一只 沾了口红的眼底 1966年的香港 苏丽真再次租住 房东孙太太的旧屋 周沐云也带了礼物 专程来探访 昔日房东顾先生 却被租户告知 顾先生一家早搬走了 就连隔壁的房东 孙太太一家 也去了美国 听说把房子 租给了一个带小孩的女人 离开时 他凝视隔壁的房门许久 终是没有敲门 他下楼里去 那户人家的房门打开 苏丽真带着男孩出门 周沐云独身前往柬埔寨 来到处处镇刻 岁月封城的吴歌窟 周沐云找到一个 占有羽毛的墙洞 叫秘密封存其中 太阳落下 月亮升起 吴歌窟临次之笔的庙宇中 一处墙洞 将秘密埋葬 他的秘密 是对姑父他的忏悔 是没让他听到 他却一直哭顿的那句话 还是 对他的爱而不得 亦或者是 步步为营 让他深陷 他精心不值的爱情陷阱 把他当作棋子 展开对他丈夫的复仇 秘密的真相 或许 只有周沐云自己知道 佛家常言 人生本质是苦 愿尊慧 爱离别 求不得 无因此生 这种种苦痛 在花样年华中 处处有迹可寻 电影开始讲了一个爱情故事 却将世间 男男女女的缩影 投放其中 当初王家卫导演 本打算让张曼玉和梁朝伟 扮演片中所有角色 事想来 大抵正是要将 云云众生 刻画为男女二人 世界男女一万 归根到底 都为人生八苦所困 周沐云和苏丽震的爱情 起于怨憎 他们皆求不得多情地 眷属圆满的家庭 相爱也终时别离 尽管两人 都取下了婚结 尽管苏丽震 剩下叫佣生的孩子 终归他没有勇气 一伙是 害怕敲开那扇门 最终 他们还是错过 深昂为人 人人都向往花样年华 纵然 那花样的年华 如梦幻抛影 似昙花一些 奈何人 本就是最擅长 苦中作乐 这部电影叫花样年华 我们下期再见